在蕭瑞乔满椎晨摇 在蕭瑞乔满椎回世 无论可以到达到 叛以itched 因为 人员在开架 但有种异性 所以有利 这是一切 今天 在这边 与诸位在场的法友 谈一下 大圆满椎鸡三药 原因是因为有请法者表示希望我就这个主题按照自己所知与大众分享 不过大恩满是非常深奥的法门 虽然我本人在监狱的时期曾经在大恩根本上师那边听过经验的引导 有这样子的教授 但是毕竟这个教法它本身有三个过程 第一个是听闻引导 第二个是获得体验 第三个是证得果位 那么我要为他人做解说 使他人能够获得解脱之前 自己应该要获得解脱的 虽然我在这个主题上面有稍许的了解 有一点点体验 但是说到证悟则是还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此我不能够说得非常的圆满 如果有我未能够完善的部分 在座有许多的善知识 大众应当反复地向这些善知识们请教 不能够只依靠我一个人的话 我自己说的内容也是有可能会有错误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希望大家尽量 就算是吧 如果是你可能会有点 要通常这些谋放很多 我们的家网上 官房文化 义民党的警察 义民党的军队 充满的充满的学警 用地殺技 用地殺技 人物在 QUD是相關的 你需要 不是所謂的人 是所謂的樣子 對方 那些人都要殺技 殺技 殺技 中人都要討厭 那些人 改給阿蘇 用地殺技 人物在 chains ただ上山寺也缺了 山寺也要希望清秀 山寺也在 Shorty 我们这次将会按照 最继三要的根本颂去做解释 首先先谈到尽力无比大恩上师 这边讲到了尽力上师 原因是因为一般来说 上师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 他的重要性是不可一般的 特别是在大圆满的传统当中 作为修学大圆满的修学者应当要认识 就像是发愿文里面所讲的 虽然恩德从功德方面上师与诸佛是平等的 但从恩德的方面来说 上师的恩德超越一切诸佛对我们的恩德 所以应当要认识上师即是三宝总集的自信 也就是要适时为佛 要了解到上师就是佛陀 但是不仅仅只是了解上师就是佛陀 应该要晓得他是无与伦比的 怎么个无与伦比呢 就是因为从功德方面来说虽然是已经跟诸佛相同了 但是我们无缘得见诸佛 无缘亲至诸佛而得到教法 所以从恩德来说 他们上师对我们的法恩是更加殊胜的 所以既有上师我们才能够得到体验加持的传承 总而言之要晓得上师的恩惠超过一切诸佛 而且他是三宝总集 他的身体就是僧宝 他的语言就是法宝 他的心意就是佛宝 那么第二印象就是 那么不管是什么 你说这个人的父亲 他在决定... 是这样的 说是那么多远 同在物品中 他的涅緩和社交界 就ый明年來2022年 不要别 et past生病 都在新生病毒09 something 就那么 их根本有 medida unlike liquor ただ生病毒 等每次遇到 Tat up 我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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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開放该杀的合作的 等你的信息 пожалуйста terce意 我去找他 找你 我選你 祂 等你 我 你 但我也有多多多色的 就是 就是 一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佛众生自己本性是相同的 那么上师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 他的究竟的心意就是真如空性的本性 也就是完全超越了我执二元对立的执着的那样子的境界 而我们这些众生者与他不同 我们是紧抓着我执不放 紧抓着二元对立不放的迷乱的众生 上师内心的功德则不是如此的 他从基的角度来说具足圆满佛种性如来藏的功德 而进一步的他又展开了菩提心的诸般功德 所以上师的内心是如此 我们应该要体认到上师的内心是如此 实际上我们的内心的基础 佛种性如来藏也是如此的 众生的心也是如此 虽然我们的心的基础都是相同的 但是在战时刻成染污的障碧之下 仍然不能够见到这样子的初心 就像是佛所说的 众生本为佛然为刻成者 仍然是受到战时刻成染污所障碧的 因此我们仍然要在轮回当中感受痛苦下 这就是因为我们对于无二的争议不能够有领会所致 假使我们今天明完不灵坚固的我直的心 受到了慈悲的热水所浇灌的话 逐渐的它会开始消融 它会开始溶解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归到佛的本怀 也就是佛的自信当中 这个时候是超越了二职的 也就是二人对立的能取所取的 这种干颜心就会被净化 这才是真正的佛果 当我们说成佛的时候就是如此的 因此当我们说上师为佛 就要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上师是真佛 而且不是认为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单一的上师是佛 应该要体认到十方的一切僧保善知识都是佛 乃至于普与天下的所有众生都要视他为佛 广大的修持信心跟亲近见 这是非常重要的 乃至从下至发受归一戒开始 就已经具足了生且的身份 广义来说 所有的众生都可以算在生且团体的范围当中 所以我们的心不要太固着 不要太僵化 应该要不要只想着所谓的佛 就只是自己的上师是佛 这样子的话心胸太狭隘了 应该要用广大的心量来培养信心以及亲近观 无论人的心性 在这边的心情去加上 而在这边的心情往上 不知心仲俩 在这边的心情 在这个心情的心情 就在这边的心情 会有很多心情 也会有很多心情 但是也会有很多心情 在那边的心情 就是这边的心情 但是只有这边的心情 美在海中飓装养, 也在海中飓装养, 暂时飓装养, 放入海中飓装养 又会在海中飓装养礼的地方, 国家的风和风格使用 有食方习来 flaw习 要和他 finger Myanmar 没有使用 他们说 这是一个专心的 如果他们开门 把瘦长也达到 如果这样 汲才对 可是他们在 店之间 所以 一些因素 要ی 肯有 ا至少 我也是不是只想买计 你会搞定 不小心你会找到那个医生 不小心 然后把你们都运动 那是连年后呢 那是连年后呢 那是连年后那是连年后呢 就是连年后呢 是连年后的连年后呢 大家一起去做一下 我们有很多样的行为 我们会去做这个事 我们会去做这个事 不我没做到要做意 我们说我们去做这个事 我们会去做这个事 我们会去做这个事 我们有一些事 對師父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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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То burst of night after工作 子業後,那天我乎忘了啦,rings湖然後時 Stellung之子在找唐某 July的風土 我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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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後,不要緊 Santa Manuel八成 南陸 bià自己就是家民的長度 across Stück日雛也走向外拿了這麼 few話 發 facebook,他搞得 corporate婚,咯 就像是家人的大分啊! 這是…真的部分的資料 這次的資料 通過了 這次有一個資料 那些資料不想過來 這些資料都想要去 如果有這個資料 再用這一些資料 禁止下來 這些資料呢 不擅长的住宅 是这些大伯女人生。 接下来讲到《追集三药》它的内容 主要是从见地、产修、行持三方面来进行的。 《根本颂》的作者,他配合着自己的大恩根本上师的名号 来说明见地、产修、行持。 首先是见来无量广大戒,这里讲的是《追集三药》当中的第一个药。 所谓的药是指药磷的意思,切种药磷。 切种什么样的药磷呢? 执集迷雾的药磷。 怎么样的迷雾性呢? 这个迷雾指的就是妄指无我之本性为实在的我。 因为有我,所以分出了与我对立的他,如此产生了二元对立的执着。 这样子的妄指是在此所要打击的,所要切种药磷而揭露的。 在这边一开始他提到需要认识到什么叫做见地。 见乃无量广大戒,他要谈的就是究竟的见,也就是自他具有同样的基而无二性的本性。 这是从究竟了异的观点来说的,如果真正通达如此究竟实相的话, 对众生的无量的此心将得以展开,进一步的能够展开无量的悲心的。 那么他用无量广大戒来说明,是因为我们的心的本性广如虚空,能够寒纳一切。 一切轮回法、涅槃法全部都尽扩其中的。 如果能够真正了悟诸法实相,了知新的本性是无二性的话, 则内在的广界跟外在的广界将能够契为一味。 这个就是第一个要点要讲的,实际上无有可执者,没有自我可执着。 这是第一个要点。 追求三要它分为三个,第一个叫做直指本来面目。 它在第一个要点方面,就是要确定一切没有任何的自我可执着。 它是如同虚空的广大戒。 第二个是,唯于此中决断。 就是晓得轮回法、涅槃法全部是由心所造。 离开了心,则无轮回跟涅槃法。 唯一坚决的确断这件事情。 这个叫做第二个要点,唯于此中决断。 第三个叫做对于解脱得把握。 意思是说,你只是知道这一点是不够的。 比方说我们来到这边听课,听得有一点点领会,然后有一点点懂。 但是这是不够的。 就像是有些刚出学的人来到这边,听到了, 要做直直板来面目,唯于此中决断。 但是我们只是晓得它的意思还不够的。 需要反复的在心上面去做推敲,在心当中去做考验,去检验。 当自己遇到近的时候,遇到缘的时候,要怎么样看待。 所以这个如何能够将前面两个要点运用在生活当中, 能够在方方面面都能够用得上。 这是第三个要点,对于解脱得把握。 所以我们归纳起来的话,在讲三要的时候, 第一个直直板来面目就是要确认无有可知的事情。 一切的自我的概念都是非实存的。 再来,唯于此中决断的时候,就是要确定心寒藏一切, 轮回涅槃的共同的基,就是这个心的本性。 第三个就是,由于你了知了无恶性,所以在生活当中试一切法如患。 在试一切法如患的情况之下,就能够对治所有的烦恼。 这个叫做对于解脱得把握。 那当然我不是对于这方面非常精通的人,在座有很多善知识。 我们应该也是要去请教他们的。 不过无论如何,对于这些,尤其是新学者来说, 应该要晓得追及三要,这三要,这三句话, 直指本来面目,为于此中决断,对于解脱得把握。 这三句话的意思,要常常的去熏修,日以继夜, 昼夜六时的去做。 要怎么样做呢? 就要按照正知正念跟不放异的态度去做。 就像是佛子行三七诵里面常常, 第36个季诵里面常常去谈到的常识正知正念的保健的, 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以真知正念不断地熏修这三点, 是我们来接近这个教法的方法。 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的翻译, 他这边还没有结束。 这一项形象。 我说什么时候,每个字笔都要有了, 所以,这三个字笔都要 response。 这类转都要留着。 所以,这年来说的, 心理和在是正面做了, 不是那一项形象。 最后来说, 你自己想必须和实际上的内容。 这是我所想的, 不像被說了,她說不像,不像《你也說說話》 那麽也說不像,她說不像《你也說話》 那麽也知道誰說? 那麽也知道,她說不像《你也說話》 那麽也知道,rrrr 比如說,咱們都是在用手 是你的哥, 好不飞啊 như我猜猜猜了 我猜猜猜了 那三十年了 我猜猜的 foram被保护人家 是 有了 我猜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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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裡有了 當不會是你多哥 在你那裡 都是沒有 在你不客氣 在你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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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泛著 哇 亦有没有人,哪里有没有人,漫画的认识很难 但我已经没有跳过这样的以后,基本上会很难 要求是离开,不过,不过是离开 我已经没有指引下来 这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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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道理没有理由 在正式的内容当中 他会提到极致跟圣观的道理 那么我们在正式切入到这个主题之前 要先晓得教授总是会提醒我们 这些佛法教授总是会提醒我们 不要去追忆过去 不要去盼望未来 而是对于当下加以认识 这是需要做的 之所以不要追忆过去的原因 是因为过去已经结束 已经完了 就像是前日的梦境一样 不会再发生 未来我们不需要去策划 不需要去期待的原因 是因为未来是随自己 以造的业而转的 我们是没有自主权的 因此我们不要落入 这过去念跟未能念当中 而应该要对于当下 清楚的了知 这个对当下清楚的了知 离于一切妄念分别 我们称它叫做波罗智 那么这样子的智慧 它是心的本性 它的本性是什么呢 本性是明的 而且是空的 也就是明空双运的字型 明的字型就是空分 空分的字型就是明分 所以当我们讲到见解的时候 这个见实际上就是 不可言说的离系的见地 所谓的不可言说的离系见地 指的就是一切法的本性空 但是我们在世俗名言上面 却要给它附贴许多的标签 给它安利各种的名字 这些所附贴的标签 安利的名称就叫做系论 而心是如何的呢 心是超越 心的本性则是超越这样子的系论 所以我们说见地是超越系论的 那心确实是存在 它怎样的存在呢 你说它有也没办法说 你说它无也没办法说 就像是俊密庞仁不切他所说的 他说虚空毕竟是非真实 你给它取一个虚空的名 仅仅是如此而已 当你在讲新的本性的时候 你没办法说它确实存在 因为它宛如虚空 你说它不存在吗 它也不是虚无 因为轮回跟涅槃法的万象 都由心所造 所以这心的朗朗明了性 是确实在那边的 但是你又没办法说它是如何 所以姑且就是说 假明称它为有如虚空 那这个时候 我们介绍的心的本性是 明而空空而明的 明空双运的自性 这样子的自性 是有一种非常明了的觉知性 在其中的 这个觉知性存在于何处呢 过去它也如此 未来它也如此 当下它即是不生不灭的自性 所以我们说 一切都是没办法言说 没办法用言语概念去加以约束它的 这个叫做离戏的见地 无有权说的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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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保障还是立面的 但是中国也 acord进入 中传的世界 一切就是下一步 呢 因为一段都玩 是 potencial两名以 Quando 是因为印度小色, 这个chet财献就是 川普洋商家里在两时候 刚啊, 包括三把回法的男生 三把回法懂得 真的可能知道 跟你三八三百万都看你这些人吃了 那些人就吃了 不认为不认为自由 我认为 我认为 我们还在 打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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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职兵了 我把天地也在演一首 那么首先了物见地之后需要的是什么呢? 需要的是悲心 这个时候就延续到下一个主题 也就是修 需要有慈心跟悲心的修持 由慈心而产生悲心的 所以在建修行方面 根本宋讲到修乃至悲之光芒 也就是如果具足对空性的无二制的了悟的话 则能够展开智慧跟悲心的功德 这个智慧的功德当然是不落二取对立的功德 这里所讲的无二制 就如同本尊在法界当中都是一味的 也就是说一个本尊 两个本尊三个本尊他们都是同一本尊的自信 这个我们就称它叫做智慧本尊 因为它是无二的缘故 所以它称为智慧本尊 那么这样的智慧本尊 它的本性是没有二元对立的 所以对于这个道理我们要能够这样认识 而我们了悟了离析的无二的见解之后 内心自然而然的会产生悲心的功德 所以先产生的是无量的磁心 当你有无量的磁心的时候 自然的无量的悲心它不假造作的会产生的 这样的不假造作的悲心来自于对见地的证悟 那它自然会与受苦的众生产生连结 不管是在轮回当中各自受苦 或者普遍受苦的所有众生 这个了悟者都会与他们产生连结的 所以自己先了悟了轮回本性是离析的 在这样空心的了悟之下 而能够展开对悲心的培养 这个是禅修 修乃至悲至光芒 今天到来天堂更長的 也 Então有一些失望会 我还有想老杂有这种 事有以后 我已经想了牛腾 你家弃了 我是 WAR Obrig 我我们师胜了 这是什麼 家弃不增 大 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 建地 也就是一切法控的建地 无二治的建地 我们分析一下这件事情以后会发现它的理路是非常的细腻的 那这样子的细腻的理路如何去落实到禅修当中呢 我们需要以悲心的禅修来让它落实 落实的方法就是当我们修悲心的时候 我们仍然会有二元的想法 就像是清静跟不清静的差别 冰块跟水的差别 假设说一个是冰块 一个是水的话 那你要怎么样让它两者 了解它两者是相同的呢 就是冰块要融化 冰块要如何融化呢 它透过热力 比方说太阳 热水的外在的源 让它融化 所以我们需要了悟空性 我们需要做禅修 禅修的要点在空跟杯这两个层面 应该侧重哪一个层面呢 应该侧重悲心 以悲心为主才能够修 大原本是禅修的 而且要生起无量的悲心 一定要先有无量的慈心 如果缺乏了无量的慈心 悲心是生不起来的 因为这个地方跟着人家的摇歇 当然跟着人家的摇歇 以前是人家的摇歇 这些摇歇 好 只要是人家的摇歇 因为我们是在摇歇 那些摇歇 地上 第三个是行为,行乃如来之苗芽 一个实修空碑双运的实修者 自然而然的他的行持会符合六度波罗蜜多的 也就是在世俗相对境界当中 他能够视一切法如患而自然行持立身的六度的事业 他的了悟空的境界当中本身就具足六度的 所以这个称为行乃如来之苗芽 如来之苗芽在藏文当中称为贾威尼古 意思就是一切圣者诸佛他们的佛子 也就是一切佛子的意思 那他同时也是根本颂的作者 扎巴多罗蜜多他的根本上是 即便贾威尼古他的名号 所以行为是如来之苗芽 如来芽尊者的名号 用来说明行持空碑双运者自然 行为七合六度的道理 我们稍微等一下 我们下来说明行持空碑双运者自然 刚才是没有称为 在北京的国家里面 当中有国家里面 那些人们都没有称为 到北京的国家里面 你想到那裡的人 就是今天 都是在那裡 吃了今天 咱們吃了 我吃了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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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不足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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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吃了 吃了 对于一个能够将见地以及禅修两者配合起来修持的行者 就像是门瑟仁波切他所做的注解 他就说这样子的一个行者行为自然七合六度的 怎么说他行为自然七合六度呢 因为当他能够结合见跟修的时候 他对任何事都不会执着 这个就符合不失度 他对于一切法无有贪着 这个就是持戒度 对于这样子的境界是没有任何的畏惧 这是安忍度 对于任何事情没有刻意性没有改造性 这是精进度 然后他安住在决心的本来境界当中 这是禅定度 如此生起极致自身的智慧 这个是般若度 所以一个见修能够相容相弃的行者 他的行为是自然七合六度的 让他稍微等一下 那么如果是我们的家里的 都会说 还是要很想法 那他就会说 但是我会说 我们是在家里的 我们在家里的家里的家里啊 对于家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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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能够 如果能够真正按照前面所讲的见修行去修持的行者 那他真的是极其有缘的、极其幸运的 为什么呢? 因为假使他能够投注毕生的精力 舍弃今生而专修慈法的话 那么在本籍佛性的基础之上 他极深能够获得解脱的 上等更新者在第一个中阴阶段就能够获得解脱 中等者能够在第二个阶段获得解脱 乃至于下等者也能够在第三个中阴阶段获得解脱的 所以在根本宋里面就说一生成佛定无疑 能够大恩人站在排� interess上 因为自由乐队代管足以清iji入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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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戒 你才能够进出utet Treasury 谁是ENSise大师上斯维和原因 那些人都在那些人 这些人都说了,这些人都说了,这些人都说了。 下一句跟我们诵说到,未成也安阿拉拉, 安是指心安事,心快乐的意思。 为什么会安事快乐呢? 原因是因为当我们,比方说领受了皈依的教法, 领受了耶利英国教法, 你当下领受,当下就能够得意的, 你现在懂得这个道理,现在就是快乐的。 怎么说呢?当你面对苦恼的时候, 你晓得苦恼来自于烦恼, 那烦恼在何处呢?烦恼就在当下, 你就能够认出这样的烦恼,而又解决它的依据。 再来呢,当你晓得耶利英国, 你就晓得快乐从何而来呢? 快乐源自菩提心的功德。 所以我为了要能够发展菩提心, 我应当行持六度,时间六度,波罗蜜多。 如此,在行持的过程当中, 对于果位本身又没有任何的期待与优据, 这样子去修持。 这样子的人,他在面对烦恼的时候, 或者面对二元对立, 自他对立的想法的时候, 哪怕那个二元对立的心再怎么样的强, 自他二元的想法再怎么样的强盛。 但是因为能够反反复复的了知, 自他是无二的本性的缘故。 所以即使有非常强盛的分别念造成强烈的烦恼, 也能够因为了知自他是无二的本性, 反复以这样子的方法来对峙自己的烦恼, 转烦恼为盗用。 所以无论如何都会安逝, 都会愉快的。 所以叫做未成一案,阿拉拉。 就是病人。 快点上去做。 你小时候, 离开了勇猛工作。 你一不容易会们呢。 你会当中有你的社会就做了事件。 所以你们要做事件事。 你会当中有办公式的封销。 我家公主应该, 你会去封销。 有没有人开放。 他都查这些方法 让自己的特别有的 在这里 在这里面叫我 在阿拉拉上 由于一个行者 他能够了知 业力因果的道理 他懂得应该要 培养对众生的慈心 培养对众生的悲心 这些是 获得安乐的因 他晓得应该要行善 应该要止恶 要断除一切 会造成 负面恶果的因 也就是烦恼恶业 如此一来 他能够在外在 转苦乐为道用 在内心转烦恼为道用 这样子的人 他当然 暂时来说 可以获得人间善趣 等得安乐的果 乃至就近春夫的果为业 也是指日可待 所以才会说 他会越来越快 安乐 来世也会越来越好的 这就是 未成也安阿拉拉的道理 这就是 未成也安阿拉拉的道理 做至于 や 石灵 红烦 西大流 他可能肯定 留下 对 这些人也不太过了 但是当时在北极兰的 那些国土的讨论 这些人也不太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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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又再次的讲到 见乃无量广大界 三聚追集官要义 这边讲到了直接了当的 直指赤裸本来决心的要义 首先是讲见地 一开始一个行者 他不能够了悟究竟的见 那么为了要让他能够了悟 究竟的见的缘故 所以运用方便 这个方便就是 在显宗来讲的话 是可以运用理路跟教证的方式 以教证跟领证来见 来了解 来了悟见 比方说透过中观 透过英明的方式 来抉择见 或者按照密宗所讲的 以第三观点 批于光明的方式 来直指见地 但是在这边 都不用前面两种方法 而是直接了当的 直指赤裸决心的本来 所以叫做追击 我每个人都能不能探索 我都能探索 是这个世纪的 所以我都能探索 是这个世纪的 我都能探索 在这里 我都能探索 是这个世纪的 我都能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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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呢 我们要晓得 心的本性 就是首先自心宽坦柱 他说 心的本性如同虚空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先让自己的心能够放松 安住在一个宽坦的状态之下 然后向内观心 向内观这个如同波涛一般汹涌的内心的状态 然后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分别念在涌现 它在现起 会有一个能够觉知分别念正在涌现的那个觉知 而你要保认或者是你要掌握的就是那个觉知 我们正在 teaching 政府是正时的 你的同学如果你还出 Bush 你就告诉老约来些 你把你这样留在发生 让人一起判好 寻嬉 不放不收无妄念 这边指的是在你修持的时候不要有任何刻意的 不要去追寻心是否向外 也不要试图去做禅修 只是单纯的与当下相处 单纯的维持正知与正念 你所唯一要做的就是打直你的背脊 做正,当你做正的时候你的中脉会顺 而气能够自然入中脉 至于你的脚是否要做金刚加布做 这些都不是要点的 只要你能够做正,气自然会进去 这个是不放不收无妄念所要谈的禅修的方式 它指的是没有经过刻意的道而做修持的 头从用刀来野努力 现在有所谓的坚持的方式 这些是在 MATAC上去的DNA 现在可以做出来 但是,反正在港瑶瑶瑶瑶瑶的事 这就是这个目的 你从来,这是我认识的 然后,我认识它 我认识它 就是生命化 我认识它 做得很容易 我认识说,他没击动的事, 我认识说,万里万里拍,熟熟的照片, 他人家投给了火烧, 他人家是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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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家是拍的。 下面谈到其中, 当平等宽坛时骤然己心呼一派, 这个就是说, 要用派字来提起自己的觉知, 不过你不要试图地去想, 我要有一个派, 你不要造作说,我要有一个派, 你如果这样想的话, 你的心就开始随着妄念而转, 而妄念又牵着一个妄念, 又一个妄念, 这样子不断地运行下去, 你也不要想, 我已经念了派, 不要去考虑这些事情, 当你在禅修的时候, 单纯的只是深信自己的心, 本性就是佛, 安住在心的实相的状态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 心里面要晓得说, 尽可能地要饶育众生, 这个才是你要关切的事情, 而不是一直去随着, 是否有派的妄念去转, 当你在禅修的时候, 你只是把心尽可能地宽谈, 而且尽可能朝向, 饶育他人的想法, 如此去安住而已, 在接下来呢, 就突如其来的, 往心的本性去看, 去观你的分别念, 如果分别念涌现的时候, 非常纷乱的时候, 就好像突然一急的, 就像雷霆披下来一样, 就突然地移一身PET, 来使自己回到决心, 不要一直去想说, 这个PET到底是消消声的, 还是要怎么样弄, 就是有任何刻意改造性的, 去发生一身PET, 而是要运用这个PET, 把你倒回本来的自然。 它在比方, 他才以为コ罗紧去。 做信仓来解决的, 我通过新参与一下, 立过去的基本上, 也是要截联合住的。 ры kommen一 ellos跟这种在 Wh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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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Lep。 hole我说的是你 pokà说他们艺开了。 emaIt travel干的那样, 地爵地摆得不清了。 那按照我自己的根本上师,他所讲的口诀,他有提到说,当你猛然地说一声PEB字的时候,会让自己有一种非常惊绝的状态, 然后能够见到决心的,那这个惊绝的状态,通常在非常的恐怖,或者是非常的安乐,乃至于在沉睡的状况之下,都有可能能够回到鸡的原来的状态的,所以呢,这个PEB字,他有的时候会就是可以带给我们一种非常大的恐惧感, 在这样子的恐惧感当中,或者是非常强烈的安乐感,在恐惧或者安乐感当中,他能够令我们惊艳到自己的本来的那个决心的,这个是PEB字他的主要的用意, 就是我们用坑枪的方式念诵PEB字的要点是在这边的,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的翻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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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10 六 六 二 一 有法人的黑白人然後彼像對 готов的 無法我們再打倒因此 然後我要身份真健康 透過鏘鏘短鍾的派子來 猛然地念一聲派以後 能够使我们离语分别念 离语分别念的状态 就是下面所讲的 冷冷什么也不是 虽然什么也不是 但是他又说了 冷冷却具治疗性 冷冷的意思就是 没有任何的分别 透过这个派字 让你安住在一个 没有分别的状态 但是它又是治疗的 它又是通达的 通达一切的 就好像说 本来你觉得自己在室内 但是呢 由于具有治疗性的缘故 所以那个包覆你的房子 好像完全不存在 完全忘却了 有个房子在那边 不执着有个房子 在外面包覆着你 但甚至连执着跟不执着 这件事情都没有了 这个就是派字 他让一个在室内的人 好像连这个包覆他 居住他的这个屋子 这个空间本身 他都没有在执着了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体会的话 是一种对于 鲤鱼分别的 一种体验的标志 这种体验的 在这种体验 我们的家里 都没有在乎 在乎 这种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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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ew Thomas 北欧英宗 这都有种不香 黄松 听着 他的 那 政府 黄実 有种 机FL 感 этим 为什么 我 Weight 我忘了自己做吧 我忘了它 我ök意� bin 我忘了它 bridges 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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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ko了 食堅滔 更容易 以前有史经常 以言 这些人是在哪里市的租轮的租轮动 文字连也有这些租轮的租轮 农只要找事情 这样的开支 这些人在这些风景上 他们在学校召 extremely期待 当你见到这样子的无分别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是二帝双运的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都会说万法是性空的,它是无自信的,它是无常性的 有这样的了解,这只是了解而已 但是在这个派子的当下你是离于分别的,实际上在这离于分别的当下二帝是婉然俱在的 你是能够照见一切外境,是清清楚楚的能够照见外境的 这个时候二帝它是没有汉格的,没有区别的 那这个时候心存不存在呢?心确实就在那里 那么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呢?它是以显空双运的方式而存在的 就是它的显现的同时本性空,空性的同时它又能够显现 就像是新经所讲的色不亦空,空不亦色 一些色的显像它的自信是空的,离开的色别无其他的空 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明空双运,在升级四帝当中所讲的本尊的禅修 本尊的自信也是明空双运的自信 也可以说它是显空双运的自信 无论如何这样子的双运的自信,二帝双运的自信呢?它是离于分别的 如果能够见到这个无分别的,无有执着的状态的话 这个见到无有执着的状态本身是了悟实相的一种标志 可以这样子去解释它的?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 对了,说一皇上就是1,4,5,5,5,6,5,7、 19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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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5,9,7,6、4,9,7,6,7 前面有一天 以後現在就可以搶了 有的照 restaurant 前面 vine 就你們得車回來 購邁演成功 那就像中 Expert 我一直蒙雄人 我想去蒙漂亮的 envending我 鄭廣告 aww 找気 updates 幻想来的 armed罗怎的 马上 幻想吃 长 club agenublbur 雞胞召群 殴宗 雞胞召群 第一次 作物 distinguished 我混al 成老大 好 我都得更多 我以为你能做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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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做的 那当然,有很多的哲学思想、宗派见解,这些都是属于戏论法,那它的分别、派别当然是有很多。 有时候在内道佛教当中,在追寻宗派见解的分析的时候,它也会落入一些极端,比方说有时候落入了断见,也就是虚无主义,比方说当它抉择一切法空,不断抉择之后,它连因果的规律都加以驳斥了,最后就落入了没有因、没有果的这样子无因果规律的结论,成了断见主义。 这是在宗见上面产生的谬误,另外一个则是在常见方面产生的谬误,走了常见的极端,比方说当它观一切法的时候,它就从轮回时有的角度来看这一切法,观轮回过时的时候,就把它看得实实在在。 所以特别的执着今生,单恋此生,如此一来,它对六道的一切处都会非常的单着,这个样子就落入了常有的存在的极端当中。 但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是本觉广大智慧的内道究竟的见解,它是不落任何的极端的,它遣除了有边,也遣除了空边的执着。 就是说,以一切法性空来遣除常见,以一切法本性明来遣除断见,如何以一切法性空来遣除常见呢? 这个是指一切法的本性,有如虚空,没有任何石有,自性可承。 这个无有自性可承,有如虚空,叫做以空分遣除石有。 然后,一切法它又有一个明了性在那边,虽然一切法是空的,但是有个明了,这个空的本性在那边。 能够明了诸法皆空的那个觉知的本性,有如火焰,有如灯,明灯一般。 所以我们称它叫做般若自身灯。 所以我们称它叫做般若自身灯。 需要来看一下。 需要来看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